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今天的课程当中介绍科技考试的时候 科技考试不是为了选拔单纯的行政技术人员的 而是为了选拔进行人员的教化的这种人员的考试 所以朝鲜时代人才的最高地位 就是商工宰相 宰相的工作有什么样的描述呢? 当时的记录 比如说我们在朝鲜往朝使律的文本 用李英阳这个三个字来所寻的话 我们有133条的原文出现 然后那边的内容大体上都是 商工宰相的人物是李娘顺事实 但是现在的宰相太广细节的行政内容 所以这个不好有这样子的上述的内容很多 所以当时对商工的植物描述的方式 就是李娘顺事实有这样子的 非常非常具体的 非常模糊的这个字来表示的 那现在的话 比如说行政院长有什么样的职务? 我们一般人讲话的时候 行政院长有什么样的职务呢? 行政院长比较具体的职务就是要主持行政院的院内会议 以及说他要统领各机关的内部的事务 他要做什么这样子 所以对当时这样子的李英阳顺事实的 这种描述方式非常模糊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你要批判商工的时候 你现在无法李娘 无法顺事实 这样子的话 可以当成批判商工的 做的不好的 那如果下道雨 夏天已经一个月一直下道雨的话 也可以批判商工 现在下道雨这么久 应该宰上 无法李娘顺事实的 这个关系 所以你要辞职吧 有很多这种上书 所以这种模糊的方式 可能可以随时批判 宰上的那种机会 所以我在这里也介绍一下 当时很有趣的故事 这个是李恒福少年的故事 朝鲜时代李恒福 这是实际上存在过的人物 我等一下介绍他是什么 李恒福少年 李恒福少年 他小孩子的时候 非常讨厌学习 所以天天出去玩 有一天他父亲叫他来 教训他 但是他的父亲当时当宰上的人 所以他的工作 就是自力营养 运作司机的这种工作 他教训孩子 但是他没有骂他的方式 没有打他的方式 他用作诗歌来教训这个孩子 他说什么呢 傻嫂应对同子之子 遭出墓盔适而同子 所以我们听到这个诗歌的话 应该知道这个内容吧 好 那不要再仔细地说明 李恒福少年 他怎么回答呢 李恒阳顺势时 宰相之职 去年水 今年汉 适合宰相 适合宰相 他回答很有趣 去年应该有发生淹水 今年应该发生汉灾吧 所以这个怎么会宰相 就是做自己的工作 做得好的话应该不会发生嘛 所以在这里发现 李恒福少年 他很了解这个社会的关键 所以父亲听了儿子的这样的回答 疑惑不再担忧 儿子的学习了 这个内容是以前 我的汉文老师介绍的故事 不是来自书籍的 等一下再介绍老师 那这边整理一下 那这个故事的意义 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父亲希望 藉由师哥来批判孩子 就是没有做好自己的责任 自己的责任是 撒少应对之类的嘛 这个是我们可以参考 对大学的解释 宋朝的主席 注资他对大学的解释 大学章句里面说 撒少应对 进退之类 就是孩子的责任 然后呢 他 但是儿子反而非常聪明的回应说 父亲也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 嗯嗯嗯嗯 对所以宰相以后 不会担忧了 所以当时的宰相的指责 就是自理营养 运作自己这样子的 李洪福他是大概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的初期活动的 朝鲜时代的有名的文人 嗯 其实我在小孩子的时候 看过他的 有关他的这个故事 儿童书 熬成和汉音 熬成是他 然后汉音就是李德馨 另外一个人的号 这两位从小到大一起长大 所以这两位孩子的这个时代的 儿童时代的故事 是非常有名的 应该就是朝鲜时代的书 这个故事的内容 所以应该 台湾人的年庭教 应该没有看过这本书吧 嗯 如果有人有机会的话 以后找看看这本书的内容吧 那我这个故事 是从李婷月老师 我以前的汉文老师 介绍的故事 根据他的说明 他以前这个故事是从朝鲜时代以来 在韩国的南方的安东这个地点里面的私属 那我们韩国人叫做苏唐的那个私属里面 口产下来的故事 很有趣吧 好 好 那我最后提出一个思考问题 我们今天看的经国大典里面 有这个规定 我们的特点 然后 各位觉得这个规定有合理吗 如果你觉得不合理的话 具体上哪一个方面不合理 好 希望大家深入思考这个问题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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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